而另外同样高人气的还有Lanew球员张志佳了 他现在接受检方约谈的之后呢 他的哥哥也赶回家中来关心 最近说法呢就是他是暗指哦 张志佳就是因为物交损友 才会深陷了这个假球风暴当中 而这个朋友自然让人家联想 是张志佳前Lanew熊球友黄俊中 因为在这一波职棒迁赌 涉案重大已经被收押 哥哥他现在也不忘拿出 张志佳的学弟两个人原本感情很好 后来当了祖头就不再联络 要极力来撇清张志佳跟祖头的关系 他会分得很清楚啦 像他之前有一个学弟 后来也跑去做祖头 但他那个学弟也跟他十几年的交情了 那他一直到他去做祖头了之后 后来他那个学弟只要打电话来 他通通都没有接 警示去看哥哥的事情 不知道因为家里没有人 我刚回来我要看一下好不好 那现在是今天去台北约台 那现在目前今天家人的 我不知道因为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